歡迎各位收看傳說羅倫王誰能比我強的第七集 一批七啦 哎呦各位聽說今天有 別連賽的玩家來了 來了來了 這就是我想看的 OK 聽說是冠軍級的選手 哎呦呦 我大概猜到是誰了 是你嗎 是寶哥還是小玲 是不是是不是女娘還是七七 哈哈哈哈 顯見的人跟我說 這是我認識的 所以我大概猜到了 我大概猜到了 那各位今天期待一下 他說 保證我嚇到 確定 我們之前 我記得 我想一下 以之前來說 個人覺得我最喜歡的 以我個人來說 我個人覺得是 2級的那個FOLLOW 就是那個FOLLOW 你記得嗎 我操作給他5分 總體我給他4.5分的那個FOLLOW 我記得他那個4月前面吧 最喜歡的就是他 目前 我個人心裡 最喜歡的 中一個總體就是他 我個人 還有可以讓我嚇到的人嗎 哎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這一集 到底是誰讓我嚇到呢 我猜應該是職業選手 來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繼續給他看下去 好的 那首先第一位玩家呢 是一位亥犽 但是 是旋風的情況下 而且他有給我們招 他已經滿妝了 然後呢 他有大 有清醒 然後最後面是出了一個 仙靈 對方魔攻多 OK 那個反而應該是全魔攻的啦 然後呢 有3個魔攻角色 所以他帶一個仙靈 OK合理 我要看一下你有什麼操作 來看一下 先帶一個仙靈 轉進去嗎 直接轉進去 喔 直接換妝 喔 很細節 然後再換時間刀 怎麼沒了 就這樣喔 後面是結束了是不是 OK 我覺得 他的判斷不錯 他的判斷不錯 首先呢 他這場出仙靈 是絕對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敵方有3隻魔攻角色 有3隻魔攻角色 然後呢 祖卡在上路露頭的 唯一對他 比較有威脅的 安格列死掉了 然後以及第二隻祖卡 在上路露頭了 所以呢 他這邊直接選擇進攻 我覺得完全OK 我覺得他隊友應該可以直接往前壓啦 不用浪費這個凱撒 再打第二波 直接這波就直接給他endgame 然後他這邊呢 他是剛剛是做了一個換裝的 他把他在進場的時候 直接承受敵方一套傷害 因為他有仙靈 然後他在邊大著的時候 直接換了什麼 復活甲 然後倒掉 然後沒關係 起來之後再換死神 非常好的判斷 非常好的判斷 你的判斷 然後以及你後面的操作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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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可惜了一點啦 因為畢竟這次是聖風場 我個人覺得 對方裝備沒有起來 差 因為 我個人覺得那個凡恩裝備 是不是沒有到很好 是不是 應該沒有到很好吧 不然他 他就算你有仙靈 我覺得 他在 要怎麼說 他在 他在第一時間如果 2 攻1的話 你的血線應該是會掉一大盒 因為我記得後期 反恩光是一技能 就能達到3000血線 我沒記錯的話 我沒記錯的話 但是你的操作非常好 這個 完蛋了 我可以寫妳 SMD 然後 不錯 而且你後面的換裝 我覺得非常 你完全心理預想 都已經預想好了 敵方的 一些動作 然後 以及 你這時候可以做什麼操作 你都已經做到 你應該做的 非常好 直接一波結束 就是因為你這個操作 3.5分 非常的漂亮 來 我們今天就以他為標準 今天標準有點高 今天標準有點高 換裝 基本上 我們只會給他3點 來看一下有什麼其他的操作 OK SS級的玩家他有給我看他的段位 他的排位賽就是SS 然後他要我 他的標題 他要我看一下對面是誰 好看一下對面是誰 來 OK 你現在非類有順有大 他是一個非類邊線 直接順大二一 非常漂亮 不是 我看到了 這不是 我們班尼哥嗎 但是我覺得 還好耶 你這 等一下你傳了三段影片啊 OK 這一段我覺得還好耶 這一段我先保留 我相信你是很秀的 你不只只有這樣子 SS場應該不只只有這樣子 我看一下 我看你其他的片段 OK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裡呢 他說 這場 他再看一下對面 這場對面是小林 OK 他是一隻夜叉 夜叉 邊線給足壓力 瞬移一技能大絕 直接綁起來 邊 二技能開起來 邊邊邊 對面凝霜 拉一下小丑斷他招 哇 二技能擋掉 再擋掉 哇 飛刃 再擋掉嗎 再開 哇 又掌掉 他超秀 我罵裝話 對不起 他很秀 細節 等一下呢 各位看一下 因為速度太快了 我覺得後面那個什麼 順開啊那些都是 基本的 以SS玩的玩家 那種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操作 什麼克里希順開 然後什麼 迪亞克順開 那種都是你應該要有 基本中的基本 但是他的關鍵點是 他在打的時候 他不急不急 他的二技能的減傷 減得恰到好處 大家應該都知道 美娜是好打夜叉的 對吧 但是我們剛從那個畫面 他扛了三個人 為什麼 你注意看他二技能 來我們先看 他這邊呢 直接瞬移一技能 直接拍大絕 然後這個就是之前 我記得阿亮之前 好像有拍過一集 敲夜叉的 那個是 後來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你一技能 只要一甩出去 你確定你會甩到的時候 你就直接打 所以他這裡是 直接確定說 他一定會甩到 所以他就直接打 綁住之後呢 他有二技能 開始編 然後敵方過來了 他這邊呢 直接一技能再勾一次 他是想要把那個 盧蜜亞跟那個小丑給拍下來 很可惜 盧蜜亞差了一點點的時間點 然後他這邊呢 直接怎麼樣 來開二技能 躲掉了一大堆招 有沒有 他開二技能 躲掉盧蜜亞的一 然後盧蜜亞的二 然後美娜的兩段的轉 然後就開始編 然後再騙掉一個凝霜 然後再一個 他這裡扛塔有點小 小失誤了啦 但是他的二技能 又開了起來 又擋掉了一堆招 有沒有 然後再開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這個很快啊 一技能大絕 然後開始綁 然後開始疊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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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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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他前面那個順勾 順開啊什麼那些 我覺得都基本 但是我給他二性能 他這二性能開 這就是高端 高端的玩家 我覺得你前面 你前面那個緋淚 完全不用給我看 雖然我知道你是想要證明說 你打的是高端 當然你 看得出來好不好 我看得出來 你不用證明了 你很強 你很強 我看一下 你還有第三個影片啊 我看一下 你第三段影片是小玲的直播 我看一下 你是要讓我看小玲的反應是不是 小玲應該 這夜叉是三小 喔 我這夜叉很多喔 還在說出來這夜叉 確實 以小玲的視角看起來就是 哇那個夜叉也太多了吧 確實確實 後面原來還有 隊友過來收割 他確實撐了很強 完蛋了 我跟妳講 你看連林哥都說很多了 哇厲害 很強 很強很厲害 我也覺得很多很強 我覺得這位玩家太狠了 你打我們班尼哥 還有打我們林哥 我的天啊 他真的 你真的很秀啦好不好 你真的很秀 四分 但是我覺得 菲類那一段 我就先不給你評分了 因為我覺得菲類那段 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出來 但是你夜叉這段 拍手牛逼 真的很牛逼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秀 真的很秀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這 但是 各位 我還沒嚇到 我希望還有更秀的 我還沒嚇到 來我們繼續給他看下去 這不是 我知道了啦 嚇到的是你對不對 欸 這個都上面寫了 我小編直接上面寫 保證你嚇到 OK 我看一下 首先這個不用多說了 是我的好兄弟 小鈴 哈哈哈哈 沙發馬鈴屬於你 OK 我先看 他要我從中間開始看 是不是 然後從這裡開始看 我判斷一下 這裡 這裡 嗯 他可能要先去推 喔 等一下 我站一下暫停 凱撒被搶走 隊友死了 三個 這是第二條 欸不對 這是第 喔 這是第三條的凱撒 那沒了吧 他該不會能救這場吧 我想一下 他是一隻熊貓打野 滿裝 然後錢應該溢出來很多 他可以切裝 可是這個凱撒他打不了 他只能打人 他可能要先去帶邊線 OK 伊格帶掉了那隻盧米亞 他先帶邊線 OK 沒什麼問題 不過我們從小譽圖可以看到 那一個什麼 艾翠絲過來了 那艾翠絲應該是打不贏他 不是 打不贏 小貓應該是打不贏他 對 他要走 因為艾翠絲有那個單挑的那個 那個buff 所以不要跟他打 OK 他這邊 我看一下 然後那個凱撒出來了 來各位 凱撒出來了 然後伊格在前面貪視野 OK 吃掉這個龍 用這個草叢做蹲點 該不會 該不會是怎樣衝進去吧 他的目標一定是在那隻勇 一定是在那隻勇 不會是那隻甲蟲 但是 對方也有復活甲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喔 武器探草叢 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水水水水 秒不掉 完蛋 換裝 銀裝 要換裝嗎 銀盾 喔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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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嗎 贏了 遊戲結束了 贏了 遊戲結束 那個龍給隊友清就好了 哇 欸欸不要死欸 喔喔 差點紀錄 哈哈哈哈 首先呢 我們先從前面講 他前面呢 他的隊友已經倒掉了三個 敵方吃掉了第三條凱撒 各位要知道 第二條凱撒吃到的人 基本上勝率90% 第三條吃到的人 基本上勝率99% 怎麼輸 你懂我意思嗎 對方有第三條凱撒 那就算敵方的高底爆了了錯 他們只要看到這隻凱撒就行 然後呢 這裡 小林先做了一個動作 他先去清兵線 先把兵線帶走 我相信他們剛剛應該是已經得知了 敵方的位置 我相信他們剛剛應該是已經得知了 因為剛剛伊格有丟大卷 砸掉了那一隻 所以他應該是知道 透過地圖觀 他知道說 敵方那時候在上面 然後準備做回程 所以他才敢來帶子 下路這波兵線 先 還一點時間 先還一點 然後他遇到艾蜜莉 我跟你說這個打不贏 他一定要像他 一定要像他這樣子 直接跑 你後期不要跟艾蜜莉單挑 真的會死 真的會死 所以這邊林哥的 我們這個小林的判斷 也是完全正確 他先去瞬一下這個紅 然後瞬完之後呢 他直接來去做 這個二塔草的這個墩 這個草叢的墩點 然後呢 來各位一個觀念 在後期 尤其是第二隻凱撒開始 你基本上 不可能跟敵方拼正面團 拼不離 而且你也不要想說 我要先吃那一隻 先吃那一隻凱撒 打不掉 血太厚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打不掉 他只能利用 敵方給空間的那一個瞬間 打進去 所以呢 他在這個時候 他透過地圖上面知道 第一個 盧雅已經掛了 第二個 艾蜜莉在下入肉頭 然後呢 剛剛一個已經給掉了中路的視野 他知道這三個人 也是這樣子架著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來各位 在泳旁邊的人有誰 只有這一隻 諾可西 那諾可西這時候 他想要探這個視野 他想要探這裡 這個草的視野 林哥就刷到這一瞬間 直接 121大絕往後面 來你注意看 121大絕往後面 你踩 但是很可惜他沒有把他踩死 可是他一倒的那一瞬間 你注意看他的裝備 換裝 換凝霜 然後凝霜起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躲掉 直接按下去 躲掉那一隻蛹的怒射 那隻蛹一瞬間覺得說 欸 你起來 你哭得背開 你不死啊 直接站起來 這再射你一點 結果被 他的凝霜騙掉之後呢 來 葉娜 這時候 時間脫夠了 他41秒進場的 他已經脫了4秒 然後這裡呢 葉娜直接進場 直接進場 給了隊友空間 然後他在 你有看到嗎 這裡太快了 他直接凝霜之後 換 賣掉凝霜 換岩盾 岩盾直接開起來 然後在邊打的時候 再換死神 這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換裝了 這不是一般的換裝 他邊打邊換裝 而且 他給隊友非常多的時間跟空間 然後呢 他那一瞬間的判斷 完全正確 那一瞬間 他就是看到 敵方艾蜜莉下路露頭 盧蜜亞不在 你看 諾維西離我很近 那一瞬間直接往前衝 這就是直接選手的判斷 非常的 精準 非常的精準 非常的好 來我們等一下要給小林 那個一張發票 林哥 各位覺得幾分 5分喔 這就是5分喔 第一個 太逆風了 他這個 你不要想說 84比 81K 不是 後期那個經濟溢出來了 根本就不算了 懂我意思嗎 後期只要6K 60K以上 就不算 因為大家都滿裝了 以前都移出來了 連輔助都滿裝了 OK 所以這個經濟不用看 然後再來就是 敵方這時候是吃到了 第三隻凱撒 而且你倒了三個人 他撐了非常多的時間 一直撐到那一隻葉娜復活 重點就是因為他前面這個 所以 要怎麼說 你後面如果 以後你要打的話 你要像林哥這樣子 就是 記得 蹲草蟲 然後給敵方 側翼的壓力 給敵方側翼的壓力 他這邊給的非常的到位 你看諾可西 過來準備要進草叢的那一瞬間 他就直接衝出去了 直接衝出去 然後直接搭下去 哇 踩到換掉敵方半條血線之後 然後直接 復活甲 然後霓霜起來 然後霓霜換完 然後葉娜進場 然後再一個岩盾 吃掉敵方傷害 然後再邊打邊換死神 喜歡我的兄弟林哥的 記得 看一下他的直播 他的直播真的很好笑 雖然有時候會記人 但是 很小 這場 這就是職業選手 這就是職業選手 各位我嚇到了 好不好 你 好樣的 你 目前 本頻道 第一個五分 好不好 各位 我不是因為 他是我好朋友 我是客觀的給 懂我意思嗎 真的很秀 而且他的判斷完全精 這就是職業選手 你不能知道 他在最後面 隊友已經倒掉三個人 還可以救起來 這個講真的 怎麼救 而且他後面的判斷真的太精準 就是那一瞬間 我個人覺得 小玲是不是以前 在打射手的時候 他也會當主攻 我再猜 因為他的判斷有點 準 他的判斷有點準 就是他已經完全知道敵方會怎麼做 然後 那一瞬間的地圖漏頭 我相信 小玲 你看到的話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 我相信我想的應該都沒錯吧 對不對 你的判斷應該就是我剛分析的那樣子 哇 再看一次真的覺得好笑 真的覺得好笑 而且甲蟲 而且甲蟲還跳得他大 哇 他躲掉了一大堆 他吃掉了一大堆招啊 好啦 五分就以你為標準 好不好 以後 來各位 你各位會覺得有比這個秀的 歡迎你投稿 歡迎你投稿 我想要看一下 到底還有哪一個人 可以拿到五分 這個不用說 這操作絕對五分 然後加上他的觀念 以及加上他的大逆風 我覺得給六分都可以 你懂我意思嗎 非常的秀 非常的棒 一瞬間的判斷 這太關鍵了 他 這樣也能逆轉 第三隻凱撒耶 哇操 這樣也能逆轉 真的很牛逼 真的 完全就是 而且完全就是靠他一個人 給出了那個時間跟空間 好猛啊 等一下記得啊 小莉 不要再待在埔里啦 來台北的時候記得請我吃飯 我頻道很貴的 我這個月配很貴的 沒有啦 沒有收到錢 好不好 開玩笑 開玩笑 歡迎各位 如果喜歡這集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然後記得在下面 標註你 最喜歡哪一位選手的表現 我們 先來看 下期見 成龍龍王 誰能比我強 掰掰